还没等踏进莲花屋的大门 就有三条小奶狗冲了出来 还没等魏英反应 江峰眠喊了起来 江城呢 快将这些狗送走 阿英莫怕 这是叔叔儿子养的 我马上让他送走他们 马上里面传来了江城的喊叫 不愿送走小狗什么的 魏英看着眼前这一幕 有些好笑 难道老几位是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吗 至于江叔叔曾让自己很感动的举动 如今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对 他知道自己怕狗 第一反应是喊江城送走小狗 而不是隔开自己和小狗 可能自己是想太多 江叔叔没有注意到吧 魏英这般宽慰着自己 上前说道 不用送走的 江叔叔 我不怕狗了 怎么会 你不是 江峰眠很是惊讶 真不怕的 这几条小狗毛茸茸的 挺可爱的 也不知道云梦有没有做锅子 做得不错的馆子 回头去尝尝 那 那好吧 那就留下 江城 这是我好友的孩子 他就和你住一个屋子吧 你不要再将这些狗什么的 带进屋子了 江峰眠转身对江城说道 魏英低眉 躲过了江城那 带着些许不满的眼神 心下直叹 老兄们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以前觉得处处和谐的江家 现在怎么这么别扭 叹霸抬头 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江叔叔 不必了 我也惯了的 睡相不好 以前跟我一起睡的小乞丐 总说我半夜打他 我要是跟江公子睡一起 打了他 就不好了 听着魏英的话 江峰眠迟疑了一瞬 那好吧 江叔叔重新给你安排一个房间 魏英笑得眉眼弯弯 那就谢谢江叔叔了 只是江叔叔 你说我父母曾在此待过 我想问有没有关于他们的东西 我拿着留作缅怀就好了 虽然您是家主 我也不好长久地住在您家做客的 做客 江峰眠有些猛 阿英 叔叔接你回家 不仅仅是做客 是会收你做弟子 教你修行 你就跟阿诚一起玩 一起长大 不好吗 魏英摇头 平白无故的 不好受您如此重的恩惠 至于修行 我阿娘曾留给我一部功法 我练那个就行 藏色散人的功法 阿英别闹了 要是你母亲留了功法给你 你怎么还在怡陵街头流浪 那是因为是年纪小啊 江叔叔 我是说真的 我练我母亲留下的功法就行了 我不会拜别人为师的 我要传承自己的道 越说越像假的了 这么想能懂什么 就要传承自己的道了 江峰眠以为 不过是一时不习惯 就胡乱点头 那行 回头再说 我先给你安顿住处 江叔叔 随意安置便好 我还是要回一灵的 不拜师 也不想再待在莲花屋 以前看起来处处温情 如今觉得哪怕是说话 自己都觉得有些别扭 江峰眠正了脸色 阿英 拜师一事 我们可以暂缓 行行行 不拜师 可是你这么小 我不可能放你一个人出去流浪的 乖 听江叔叔话 你要是真觉得不能平白无故接受我的好意 那你就记着 等你成年之后 将这些住宿费 伙食费真金白银的还给我 卫英有些勉强 为什么速回不早一些 让自己不用来这里 不过由此等机遇 已是常人不能急 随点点头 转头看看 旁边石桌之上 应该是将成十字的纸笔都在 他取了过来 算给江峰眠听 我如今九岁 十五岁成年 也就是会在莲花屋借住六年 住宿费和伙食费由您填写 我成年后会还清 见他认真 江峰眠也就随便提笔 在纸上写了一个数字 一是两份 卫英签字按了手印 然后等江峰眠也签了字 才小心地收好其中一份 将另一份捧给了江峰眠 自此 卫英算是在莲花屋住下了 不过他守好了 自己一个做客人的本分 那就是从来不掺和江家的事 也小心隐藏着自己的修为 于子渊叶列回来 看到了卫英 原本是要发怒的 却被江峰眠劝住拉走 后来偶尔见到他 顶多也只是鼻孔里出气 更多的时候是视而不见 为英心底摇头 原来不是只能在自己受一顿鞭子之后 被劝说三娘子是刀子嘴豆腐心 让自己不要在意 而是一开始就能止住 只是那时候自己是名义上的徒弟 而如今自己是借助的客人 无论怎样 日子还是往前的过 以前 卫英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 大多数时候会跟江城一起 师弟们跟他玩得好 他也会带着江城和师弟们一起玩 什么设风筝 什么下水摸鱼 整日的嬉笑玩闹 而如今 他在江家是客居 大部分时候是和那些弟子们一起 江城则更多的是和那三条小狗一起玩 有时候偶尔撞到江城 没人和他一起玩 只能对着那些狗说话 最开始还有些不忍心 他那么孤独 只是后来 他越来越觉得江城 开始逐渐向上一世莲花物破灭之后的江城 更甚至 能看到于夫人的影子 不是因为他有多孤独 而是因为他傲气 总好似除了他以外 皆低人一等 于夫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小孩子们在一起 可能开始会敬你是少主 恭敬一些 玩上了头 还记得什么 这时候拿身份说事 一次两次还好说 多了人家 真将你身份记在了心上 还怎么一起玩闹 又不是家养的仆从 谁有耐心整日哄着你玩 魏英看懂了这些 他在江家就更像一个隐形人了 除非必要 绝不出现在江家人面前 至于上一世的师姐江艳离 无论当初那一句下场无路人 给他的冲击有多大 他还是记着 他是为他挡箭而死的 如果可以 他希望他这一生 能有一个好结局 所以哪怕这一次 魏英不能再喊江艳离一声师姐 带着众师弟对他好 平日里遇上 他对江艳离也是以礼相待 让本在莲花雾 如同透明人的江艳离 至少在和魏英玩得好的 这群人中 有了存在感 直到有一日 江丰年和于子渊 因为江城又吵了起来 江丰年说 江城玩狗丧志 迟迟不能结单 于子渊说江丰年无心 不管江城才会这样 江丰年又说 都是于子渊惯的 于子渊就回嘴 是因为江家上心不分尊卑 他只是让江城 有少主的体面而已 这些吵闹的话 魏英听见了 也就当个笑话 远远听见了 扭头就离开了 好容易离开风暴中心 不能再让自己卷进去 那边吵闹还没结束 这边江艳离哭哭啼啼地 来寻魏英了 魏英耐着性子 听完他的诉求 不敢置信地回问 为什么江小姐 觉得我答应做你父亲的徒弟 就能解决问题了呢 我 吴县 你和那些弟子们玩得好 要是你做了父亲的徒弟 你就可以带着阿诚 和他们一起练功 阿诚就不会整天 摆弄那些小狗了 我在江小姐心中 是可以顶替小狗的存在 江小姐 你还真是高看我了 不是的 不是的 你看你修为也不高 跟着父亲 你也能洗得好的功法呀 不是吗 不用了 我如今的功法 是我母亲给的 我不会另转他们 无限 那你平日里 可以多跟阿诚 接触接触吗 她 太孤单了 江小姐 你不会不明白 我如今在莲花物是客居吧 更何况令堂对我是什么态度 你不怕你母亲的子电 随时会抽到我吗 不会的 我母亲 她人很好的 只是不会说话了一些 她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脾气闹得快 去得也快 就一时的而已 对了 你上次不是夸我做的莲藕汤好喝吗 我下回再给你做好不好 所以她这是承认她知道 自己有可能会被于夫人打 魏英只觉得好笑 笑自己天真 不必了 江小姐 这莲藕汤的代价太大 我喝不起 另外 男女受受不侵 还望江小姐自重 以后莫要这般来客院了 毕竟 大家日渐年长 传出去 就不好听了 江彦离一脸的难以相信 她好心好意 劝魏兄弟 拜自己父亲为师 为什么她会说这些 而魏英 她对于江家最后一点私心 也彻底熄灭 如今 她只想 要怎么将手中的资源扩大 以便有朝一日 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但是 对于江派的 你 还想要保护的人